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19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俄烏的最新進展 最近 有一則新聞 由大陸的媒體 網易那裏訂出來 我找其他人也不太覺有 但是也聽過有人這樣說 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 發布了一宗消息 他們的發言人 叫做 阿列克謝 達尼諾夫 在16日爆料 說根據他們烏克蘭 接獲的情報 俄羅斯 將對哈薩克發動全面入侵 哈薩克 是現代恐怖組織俄羅斯試圖佔領的下一個國家 這則新聞 我也覺得 其實 俄羅斯會不會是有機會這樣做呢 現在他們的力量 我想就應該不行 但是你說他想不想 他一定想 因為在現在俄羅斯的福地 在他後花園 對於俄羅斯威脅最大的 其實就是哈薩克 不算烏克蘭之外 烏克蘭正在打獎 不是威脅的 是你死我 哈薩克的新總統 大家都知道 推翻了之前的舊總統 其實也不是推翻了他 只是民選上台 但是 民選那個 那個叫做獨裁者 其實做了三十多年 甚至乎將他的女兒 將他的家人安排了 去做要職 想要傳位給他 結果就在一場選舉之中 局主落敗 新總統 好像 跟俄羅斯想越走越遠 烏克蘭 為什麼俄羅斯要動他呢 就是覺得他要去俄羅斯化 而且他是親近西方 俄羅斯很怕這種國家 因為是跟以前那麼密切的關係 現在突然間倒行西方 這樣俄羅斯就覺得他會影響到他的政權安全 所以他要打烏克蘭 哈薩克也一樣 哈薩克裏面 據說人口 二千萬人口之中 大約有 三成左右是俄羅斯人 即是說 另外那千四萬就是哈薩克人 哈薩克人 其實是屬於特缺族 其實整個中亞五國 其實也是屬於特缺族 那麼他 看起來的樣子是維吾爾人的 那麼其實中國 新疆也有部分的哈薩克族 那麼究竟俄羅斯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入侵多一個國家呢 我就這樣看就應該很問水 不過呢 烏克蘭情報部就 爆得出來 那麼多不少有些根據的 可能他想過也未定 我們想跟大家跟進一下俄烏最新的進展 烏克蘭呢 其實最近面對的困難也挺大 因為根據這個波蘭的 一些 軍方的人士透露 說現在的烏克蘭戰場其實很艱難 因為西方國家的武器是不夠打的 為什麼呢 數量不夠 原因是他們援助俄羅斯很多蘇式 沿著烏克蘭很多蘇式武器 但是 實際上現在買不飯 補給不了 由於烏克蘭的士兵大部分都 不懂得用美式的裝備 你要重新教過 尤其是坦克操作更加不行 所以他們只能夠呼和俄軍的就用俄軍的 但是如果沒有 他們就 比較捉襟建爪 現在美軍他們不斷為他們進行訓練 但是 始終 遠水救不了近火的 你即場面對俄羅斯的挑戰 你也是要用你的武器 但是那麼久以來 打了 差不多一年了 手上所有的蘇式武器幾乎都用了 其實跟俄羅斯的情況似的 不過俄羅斯 以往 儲存了很多 現在 他們也是越來越少 所以只能夠省著來打 接下來 只能夠熬過這段時間 期待著 在美國核勢和北約的武器援助 之後加上他們 用熟了才可以 因為早期他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對於 西式武器 是不適用 不熟習 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因為射不准 而且 用得不好 純熟了 你一砲就殺一個 用得不熟的 幾砲才殺一個 所以初期也做了很多浪費 現在 我們剛剛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德國 這個國防部長換了人 之前那個女左膠 他原來一直扣著 把武器運送給 烏克蘭 他說他們是一個熱愛和平的人 不希望把殺人武器運到烏克蘭 這種就是一些最虛偽的白左 俄羅斯殺人 你們可以接受 烏克蘭用武器來反擊 來自衛 你們不可以接受 因為這是殺人武器 根本 很離譜 現在 因為國內的壓力很大 被迫辭職 德國國內甚至乎呼聲要求炒他有餘的 最後他自己辭職 不過 新任換了一個男人 上來做國防部長 據說德國 沒有人認識他 沒有人知道他是甚麼 也沒有做過一些很高的職位 而且 德國方面 傳出來 說他 本身跟俄羅斯關係很好 是一個 德俄友好組織的 其中一個成員 死火了 有一個白左 親俄人士去做國防部長 哪有運行 所以德國一直 從來都沒有武器捐給烏克蘭 就是這樣 很多國家 例如波蘭 真的出錢出力 因為他們當 烏克蘭是兄弟 波羅的海三國也是 我們看到 現在北約 就說會加強 給多一點武器 你訓練吧 給他武器用吧 現在他們說 根據他們的估計 這一場仗可能要再拖久一點 因為俄羅斯畢竟動員了很多人 他們也還有很多軍備在 他們也有生產的 不是零生產的 只是生產 生產不像 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的情況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武器用了 前線打得太快 用光了 所以美軍只能夠在其他倉庫上調些武器給烏克蘭 最近 在以色列把美軍的軍火庫 直接運到烏克蘭 以色列運上去就快很多啦 又近很多啦 現在的俄羅斯 其實 你說這場仗 輸就一定輸 問題就是要拖多久 因為烏克蘭 也是有很多 問題 存在 就是 他始終人口不夠 比起俄羅斯人口少 以及 在 兩邊交替 尤其是你用那種蘇式武器 突然要轉成 外國的武器 未必會懂英文 所以 操作起來 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 接下來也可能會有一段時間陷於苦戰 我們 看到網上 傳了一篇文章 就是全世界 要開始為俄羅斯崩潰做準備 因為俄羅斯 其實 崩潰就一定會崩潰 問題是今年崩潰還是明年崩潰 外交政策雜誌的文章 說 如果五位俄羅斯可能的崩潰 作出準備是很危險的 因為自從俄羅斯試圖侵略烏克蘭 並建立傀儡政權的行動失敗之後 克里姆林宮入侵烏克蘭的失敗 看起來越來越可能 最有可能的當然是普京下棠 隨著極右翼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惡性權力鬥爭 他們希望繼續戰爭 並摧毀現有政治等級制度 與體制有利害關係的專制保守派 以及致力於結束戰爭和改革的俄羅斯運動 重新崛起 其實 俄羅斯國內也有反戰 也有些不反戰 其實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來說 其實是有個問題的 當時我們做過一次節目 美國 以及很多華爾街的掠奪者 趁著俄羅斯當時的蘇聯解體 俄羅斯的很多 國有資源被一些 有色之士去侵佔 吞併了 像中國那些 國企 用極為低賤的價格 然後變成一個人的資產 那麼 現在的俄羅斯究竟會不會重討1991年 覆設呢 現在俄羅斯的人反美其實是因為有原因的 當時的葉利欽 信心想全盤搬西方那套 結果就搞出了大頭髮 而且國內的人 也有很多 華爾街的大鱷 跟俄羅斯裏面的俄奸合作 侵吞國家資產 其實就是 等於穿國家的櫃桶底 將一些國企 很值錢的國企 自然格自己吞了 然後 賣出去 這件事使得俄羅斯 普遍存在著一種反美的情緒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他們說 考慮到 現在俄羅斯 崩潰以及解體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這些危險 如果是缺乏想像力 其實也搞不定 一定要想多一點 他說 國外戰爭失敗 國內脆弱 而且緊張的 體系雙結合 令俄羅斯 內爆 自爆的可能性 與日區增 無論對於西方來說 是好是壞 決策者也應該 為這個結果做好準備 美國 英國 歐盟 北約 全部都要為這個崩潰 對於合作準備 好了 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猜到了 這樣打下去 俄羅斯一定搞不定 天然氣價格暴跌 石油也被美國捏住 他沒有辦法從這兩件事獲取大量的豐厚的錢 國際的制裁也持續下去 根本俄羅斯就不會有生意 加上這場仗 導致俄羅斯所有的 幻想 破滅了 他的軍功基本上是 出不了口的 沒有人會再相信 俄羅斯的武器 是不是 好了 他們 認為 這一場權力鬥爭 鬥爭很大機會削弱 現在俄羅斯的政權 甚至乎 俄羅斯有機會陷入內戰 現在我們會看到 他有沒有機會 使得國內的加盟共和國的22個加盟共和國的自治州 自治共和國會不會 紛紛要求獨立呢 例如 達旦斯坦 車神 達吉斯坦 以及撒哈共和國等等 撒哈共和國 其實就是在西巴尼亞最北部的地方 零下70度的地方 那裏其實主要是 一些滿洲人 蒙古人 另外還有唐魯烏梁海 陶瓦共和國等等 這些也有機會獨立 如果搞獨立 俄羅斯是不是要散開呢 到時美國是否要逐個逐個討論 還是怎樣呢 這個其實真的是很難搞 俄羅斯最大問題是他們有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 這群人 可能真的會變成一群新納粹分子 現在西方國家最大要提防 就是這群人 他們會跟黑手黨勾結 然後變成一些恐怖組織 我覺得 最大機會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在90年代 蘇聯解體之後 俄羅斯的黑手黨 因為拿了以前 很多的蘇聯武器 然後 其實是 橫行一段時間 很長時間 接下來 這群黑手黨 這群恐怖分子 這群殺人 原來的魔頭 他們是否會繼續作惡呢 這些西方國家一定要去警惕 甚至乎你們一定要像反恐那樣 把他們全部拘捕 把他們一網打盡才行 這場戰爭 現在還會拖多久 真的不知道 因為 現在 烏克蘭整個冬天都好像沒有能力 打過去 克里米亞 所以 雙方那種戰爭都是 更加膠著 當然 持續得越久 對於俄羅斯就越難搞 因為他的國家 在全世界制裁和天然氣價格 最好 美國佬就多壓低一些 壓低一些石油天然氣價格 使得他們的財政收入搞不定 其實他們 會加速崩潰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有些比較新的 update 再跟大家詳細討論 最後講講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 1月的28號網聚 其實很快就是下個星期六 已經滿了 沒有辦法再報名了 多謝你們的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克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克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